好 各位 我们现在要出发前往这个建水了 今天是从原阳县到建水 让我们出发 建水是一座古城 交通便利 距离昆明仅有两小时的高铁 相对于大理立江并不是云南旅行攻略里的常客 在我踏足建水之前也仅仅了解 时间上的中国曾在这里拍摄过建水豆腐 本来与路苏的跌动环线也仅想在这里停留半日 但是当我踏上古城的石板路徘徊在古老的街巷 随随穿越时光的复古小伙说停留在古老的站台 才发觉建水古城不只是过客的一站 更是值得停留一两天的地方 如果某一天你也来到建水古城 那么这篇视频将为您提供一日形成的参考 对于建水古城的认识要从一口井开始 早晨我们要先去古城西门的小巷子里 像平常一样人们都会走向一个相同的地方 大满井 昌文明朝至今这口井从未苛杰 井水清澈见底 红鱼在井底敞祥 尽管自来水早已普及 建水人仍保持几百年的习惯 每日清晨造访这里 踢痛取水 用于日常的烹饪品杂饮用 你也可以象征性地踢痛取水 体会这份久远的生活仪式 这井水肯定是好水 正因为这井水推称了建水一道美食 建水豆腐 在这个大板井的旁边就有一个板井豆腐房 专门做豆腐的 时间上的中国 然后都来这里拍过 我们进去看一看 建水豆腐 建水最出圈的名片 也是整个建水乃至云南地区最常见的烧烤美食 要想制作出正宗的建水豆腐 必须用大板井的井水 大板井对面的板井豆腐房 因为得天独厚的位置 是建水最出名的豆腐制作房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传统手工制豆腐的全过程 包豆腐的那个速度都非常非常的快 这一天要包多少啊 两千个 两千个 除了参观豆腐制作 千万别错过二楼的豆腐早餐 豆花 豆浆 豆腐小吃 每位只需要五元 不限量 我点了这么多 总共才花了二十五元 它这个是五块钱一个碗 你想吃这个豆花 吃完了之后 然后如果你想再要一个碗 买这个豆浆的话还要再多花五块钱 但是刚才他这是给了我一个 这里没有固定的吃法 是咸的还是甜的 完全取决于你在小料台上的滋油搭配 炸干豆腐 这个口感很奇怪 就像吃那个沙奇马的那种口感 我将来推荐您品尝一番 这里的豆浆糯米 米饭加到这个豆浆里 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 加上了这个豆浆的这个豆香味 好像那个糯米的那个金银的口感 在你口腔里面爆开的那种一样的那种感觉 离开豆腐房往东走 就能够来到古神的西门 清远 穿过门洞 沿着绿树硬币的青石道前行 入两旁 古庙 丁安府 学政考棚出家画园的古迹 是建水儒家文光的底蕴 这几个地方大陆要画个几十元才能进入参观 若是每个都进去 可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可以挑一两个进去看一看 相比这些花钱的景点 你若是细心观摩 古城里的寻常古迹一见 更能体会建水的市井生活 新旧混合的建筑里 最让我意外的是 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旅游商品店 相反 大多数店里卖的是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建水紫桃 每个店主都对紫桃如数家珍 还有的店面把桌房放在店里 若是有意 不如请求老板 定制一把专属茶壶 紫桃除了做茶壶 还有更有名的产品 紫桃汽锅 这种汽锅中间有个中空的汽嘴 它能够料理云南 最具代表性的一道美食 汽锅鸡 这是一道蒸鸡汤的料理 发明于清乾隆时期的建水 在1972年被选为国宴菜 你知道当时招待的是哪位外宾吗 如果你早晨看过古城的水景 又逛了古城里的几家小店和古迹 那此刻正好临近中午 汽锅鸡也许是午餐不错的选择 在古城里 很多攻略会推荐去临安饭店 品尝这道美食 临安饭店呢 说是建水最古老的饭店 开了去多少年我也不知道 没有看到介绍 很多人都在这里 点一份汽锅鸡 然后还有米线 还有炒菜什么的 名称在外卖的也快 我去的时候 汽锅鸡居然已经卖完 炒菜下班了 炒菜下班了 还是去别的地方去吃一下 不过不用担心 可以去古城的汉林巷子 稍微寻找一下 你就能够找到很多座汽锅鸡的店家 汽锅呢 是用当地这种紫桃 做的这个汽锅 它是靠这个里面的蒸汽 来压出来的这个鸡肉的这个汤汁 然后我尝一尝 有一股独特的鸡肉的香味 里面加了这个中药的药材 还有干蘑菇 干菌类之类的 还有枸杞 喝起来有一股清甜的香甜的味道 鸡肉是完全靠这个蒸汽 压制蒸熟的 非常嫩 鸡肉非常嫩 我试试这个鸡汤泡米饭 就是刚才单独喝汤的时候 稍微有那么一点油腻 但是泡了这个饭之后 这个汤的油腻感完全消失了 泡米饭好吃 这个白色的像蘑菇一样的 这个叫草芽 也是见水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植物 早上当地人会吃一种米线 叫草芽米线 我今天点的这个是一个草芽草肉片 这个也是草芽的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吃法 它吃起来有点像蘑菇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点像大葱 就介乎于蘑菇和葱之间的味道 很清爽 吃完饭 午后的古城 烟火器多了起来 继续前行 就是建水古城的标志 朝阳楼 前楼坐西向东 通体红墙 三层阁楼 每个人看到它都会觉得很像天安门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小天安门 但实际上它建于1389年 比天安门还要大28岁 朝阳楼历经600多年的风雨 依然屹立在天灯高原的土地上 楼顶上写着雄镇东南 据说是清朝书法家的真迹 每个字将近两米 即便不懂书法 仰望这四个大字也能感受到雄魂的气势 整个古城内部的游览 我建议您在两点前结束游玩 因为下午我们还有一段穿越时光的旅程 从朝阳楼出来沿银辉路直行800米 你会来到建水复古迷鬼小火车的林安站 这条复古小火车的路线全程13公里 是建于民国时期各壁临时铁路的一段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当你进入小火车的车厢 木质装饰带来的复古氛围 被撒进来的阳光照射出暖暖的格调 白色双帘因微风缓缓晃动 那一瞬间仿佛把你拉到了上个世纪的民国时光 坐上这个小火车 仿佛完成了一次历史的成员 要想登上这时光列车 别忘了提前三天预订车票 他这个票一天只有两班的车 早上九点一班 下午两点一班 坐的人很多 一定要提前三天订票 好像可以坐四站 要经历四个小时的时间 第一站的双龙桥车站 有一座近两百年历史的多孔狼桥 虎桥建在周正 孔洞相连 远观 确实像双龙卧在水上 桥中建有阁楼 高脚飞檐 颇有气势 第二站是中法风格结合的香惠桥车站 我认为这是这条铁路观光线上 最漂亮的一个小车站 虽然墙体斑驳 门房古旧 但家内后院满是绿植 装饰的复古一人 第三站的团山站 小巧精致 站前桃花开的旺盛 不知道是否也经历了百年的时光 小火车会在下午五点五时返回建设的临安站 临近夜晚 沿着被车灯照着发亮的石板路返回朝阳楼 此时的朝阳楼肯定亮起了红灯 会让你恍惚是不是来到了北京 穿过楼下宅客宅舞的人群 进入古城中 该找一个生晚饭的地方 不如安排一顿建水烧烤 汉陵路和西门外是找到烧烤店的首选 早有时刻围炉坐在桌前 我去了汉陵路 听说这家谢霆芬的风味也来过这里 终于吃上了建水的烤豆腐 作为建水的压轴美食 烤豆腐可不止一种 有烤的外焦里面的方块小豆腐 搭配干辣蘸料非常过瘾 有长条形的包姜豆腐 本身带着咸味 一口下去居然有滑嫩的口感 最神奇的是这种深色的豆腐 叫做爆米花豆腐 为什么叫爆米花 你看它的神述过程 口感嘛 麦个关子 下次您亲自来试试看 当然除了豆腐 腌制过的牛羊肉 也是值得下单的好味道 吃完烧烤 东门附近的木瓜老店 可以点一杯木瓜冰水 来一份豆腐汤圆 调和调和 吃完烧烤的肠味 为这一天画上完美的句号 以上就是我在建水一日的行程 说实话有点紧张 也许一天的时间对于建水 还不能感受到它的全貌 相对于每一个景点的走马观花 慢慢生活才是建水本来的味道 水井的澡茶 坊间的豆浆 围炉豆腐的烧烤 古城的一角 若是带着生活的滋味 去感受建水 我想那才是建水迷人的地方 我也只能可惜在建水只待一天 因为雨露出的电动环线 还得继续走下去 看雨露露一件故事 这里是雨露出 下期我们将回到电动环线的终点 昆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